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 郭Sir上一節都回答了陳先生的問題 還有少許想問 就是282.2南方A50 他說有3萬股入貨 日子價是9.48元 現價暫時有少許虧損 去到9.33元 跌6元 他想了解是否應該繼續持續 還是止蝕呢 似乎現在市況不太明朗 如果你說香港市況不明朗 任何投資都應該衡量持倉的能力和能耐 首先說這點 但是282月的走勢 很視乎A股的表現而定 A股現在是怎樣 直到現在這一刻都是咬著高台 你看到指數已經由高位跌了2千多點 但是282月暫時還是9.3 9.4 當然指數跌了這麼多 任何股份或多或少都受到影響 但相對整個大市 跌勢都很輕微 你看不看好A股的後市表現 這個很關鍵 如果認為A股後一個階段市況 仍然有機會逐步向上推升 你不需要顧 你根本上就首先第一 拿著這幾萬股 收了兩毫八指人民幣的股息 然後再逐步向上看 當然知道如果A股有少少反覆 或者跌到2千3或是下跌 股價我相信這一陣 再回市就不是9.25 一個月低位 甚至乎碰一碰9元也不奇怪 因為港股現在是受到佔中事件所影響 所以大部分股份都跌得比較明顯 但222是A股的投資組合 A股不跌 它的股價 其實基金的價格 是持續咬著高台不動的 反過來來說 如果A股升的話 更加不得了 但我自己覺得 還是保守一點點 對你來說 三萬股算不算是大銀碼呢 如果你說三萬股對你來說 不是太多錢的話 就慈盈保泰可以了 但假設我所有的資金 已經賣掉下去的話 均指不立危場之下 沒錯 9.48元買 現在9.33元是輸1,000多元 1,000多元其實在投資市場上 是很少意思的 如果比起我自己的話 我會選擇先行沽出一半 因為有些事情看不通就是看不通 好的時間當然是拍攔手掌 不好的時間 第一就是考慮自己的防守能力 第二就是看自己拿的貨是甚麼貨 而最終來說 就算你更好的貨 如果我在一個氣氛或環境氣候不太好之下 都會受累 如果我要沽的時間 我要止蝕的時間 輸1,000多元我就止蝕 我就不要等到跌得比較明顯的時間 深的時間輸到五、六千元 我才來止蝕 當然只要拿貨少的 我已經說了 磁營保譚無相過 如果拿貨多的 避一避也無所謂 先沽一半或先沽一萬股 移回現金在手 你的心就比較穩定 不過當然最終我要再說一次 222的升和跌是很視乎A股 而A股直到現在這分鐘 都是咬著高台 這點你要清楚 好 另外最後 陳先生問賣債是港交所方面的情況 388 暫時來說 166.4 都跌穿170元 這個比較重要的心理關口 現在跌接近2% 陳先生說 最近388的股價跌了不少 是否時候入貨呢 都想問回 都是同一個問題 郭Sir 就是佔中事件 388這些股份 都是否比較敏感 所以要等一等 如果不是有佔中事件 388港交所都是175元 所以根本上就不肯下 現在市場就擔心 胡廣通就說 10月下旬就要開 會不會是有少少變化 大家都不知道 不過說真據 既然170元失守 可能的走勢 是會相對比較弱 因為早前170多元買的 有信心的就繼續拿著 沒有信心的可能 都是不對版 都是沽一沽去 不出奇 不要忘記 這個小的升浪 其實是由136元開步 升到185元 升到49元 升到49元 升到49元的股份 恆生指數已經跌穿 10、20、50、100和250天線 如果它是需要回調 升幅的一半 即是跌回25元 這樣算數 由185元下來 試一試 160元絕對不出奇 股市調整已經超過一半 相對來說 廣交所還是比較硬 不過 如果胡廣通 如果不變化 沒有改變 問題不大 廣交所最多受大市 那些氣氛所累 有少少反覆 但當不知 如果胡廣通 政策 亞國方面 是因為佔中而出現 少少變化 這就難測 我暫時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我對胡廣通 我還是抱著比較正面的態度 但有些因素 凌駕了一些技術表現 例如佔中發生了 所以股份的基本因素 股份的技術上的走勢 就會暫時擺在一邊 相反來說 佔中事件 慢慢淡化 至今入市又 信心重演 股價不是勝 相反來說 情況一直緊張 可能有些人就害怕 一害怕之下 自然就減榜或者套現 股價自然受壓 不要用太傳統的智慧 去看現在的事件 我自己覺得166萬港交所 已經是初步有一個斷定的勢頭 但不敢太肯定 已經見到大 謝謝郭Sir 在港交所方面的循環分析 之後的時間 和大家跟進一下 就是內地股市方面的情況 在假期前 上證指數跌2點 半日收報2355點 深淨城指跌19點 收報8062點 湖深三發指數跌3點 2444點 我們股市方面一直強勢 郭Sir 了解今天有數據 可以讓大家參考 就是匯控中國9月份 制住的PMI中值 去到50.2 由之前初值 向下修正到50.2 和之前8月份的中值 數字持平 唯一很開心 看見9月份的新出口訂單 指數中值 向上修訂0.6的百分點 去到54.5 說的是創2010年3月 最高的水平 怎麼看PMI方面的情況 出口的情況又如何 是否開始回亂 整個數字 大家可以了解到甚麼 第一就是經濟困局 已經漸漸舒緩了 但是現在這一分鐘 這個PMI的數字 出到來 我想暫時市場的焦點 不會看得太過重 因為我看現在這一刻 大部份的投資者 都比較側重於 例如香港本身的政治氣候 到底怎樣 因為你看回這一陣子 港匯走得比較弱 有部份的資金是避險的 除非事件慢慢淡化或者解決了 在港匯偏強的時間 資金又會再來 一切的看法都會比較正面 當然內地的經濟 是不會太過差的 如果有些數據出來 顯示經濟下行風險增加 中央政府又會掙扎出來 所以這方面我不是太過擔心的 反而就是任何利好的經濟數據 就算出來 對股市對人心的刺激 都是很有限 因為政治是凌駕了一切的 基本因素和技術分析 OK 郭Sir 不如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要聽說大市方面的情況 家庭觀眾千萬不要走開 橫子現在一直保持著跌勢 跌至290點 報22939點 我們休息幾分鐘 稍後時間聽郭Sir說大市方面的情況 好棒 好棒 好棒